大王 忠诚的小公子是大王救下的 现在虽然已经送到了李刺史手上 但大王还是不放心 又派专人去边关照抗 还有忠诚的千金 这么一个兵清玉洁的姑娘 在那兵凶之地 万一出了点什么差错 大王于心何忍 忠诚要于心何忍啊 你们这群无知小人 千万别说这样的话 忠诚 你我都是做父亲的人 既然不能给儿女们谋深远 也不能让他们怨恨我们 你说对吗 老夫还是想说 我会诚心诚意地 等着忠诚的大夫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人 你我都是做父亲的人 既然不能给儿女们谋深远 也不能让他们怨恨我们 你说对吗 爹爹 如今阿清走脱了 阿清也没有了消息 这是件好事情 如果真说有怪罪爹爹 那只会有望 一个人 陆忠诚 上哪里去了 陆忠诚 陆忠诚 殿下 已经有些时日了 殿下 殿下 让忠诚受苦是我的罪过 臣自获罪跟殿下没有关系 陛下曾经说过 我是天下人的储君 天下人 谁会跟我没关系 天下有道 殿下原本不该承担这么多 天下无道 是我的责任 殿下 忠诚曾经告诉过我 可是我没有想到 刑招的人居然会这么多 殿下 不能向陛下伸戍吗 臣听说 全线战败 是因为 不管刚才是谁来找忠诚 也不管他们跟忠诚说过什么 我来 绝不是让忠诚替我做伪证的 那 那殿下的 我回去想想 既然他们能敢放手让我查 行为当中肯定已经干干净净了 只不过干净得太彻底 这位内臣提醒了我 我问过游明 萧姬当中的马 不多不损 可驶马的人 却少了不少 大人 查诬医药 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 是去别冲驶马了吗 今晚东宫权威六百人 会去萧姬休暮军事家中查访 我也不知道能查到些什么 如果查访不出 臣就这么震言了 殿下知道这事的后果吗 这个后果我比谁都清楚 可是战马关系到战史 关系到国事 我的大表兄震亡了 我的二表兄现在又不知安慰 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尊荣的人 林安依旧不能苟免 何况其他的千万将士 和那些供养他们的万万百姓 我也是受供养的人 忠诚告诉我跟他们相比 我有什么资格为了一己安危荣辱 要求忠诚放过窃果之人 如果没有结果 我希望忠诚明日能够据事回答 请朝廷彻查战马的去向 只有这样 那些人才没有王死 可战马是牵涉过大 不是一个人能承担的 殿下要是平白蒙够 臣于兴部 忍下来吧 再其位者担其责 受国之够 也是我们的责任 那么节目